豪门生活总是让人充满好奇 最近 郭晶晶与丈夫霍启刚带着孩子们逛博物馆 当天郭晶晶身背奢侈品包包 但她的传达却被网友戏称为接地气 其实 这正是郭晶晶的真实写照 她从不可以追求奢华 奢侈品对她来说 不过是个装东西的包包 皮草也只是保暖的单品 在博物馆中 郭晶晶用流利的英文为孩子们讲解文物 展现出她作为母亲和豪门媳妇的双重身份 而霍启刚则在一旁认真观看 两人的教育方式令人赞叹 他们的儿子霍忠晶 虽然年纪尚小 但已经被寄予厚望 作为家族继承人的她 时常被带在身边 见识各种场合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教育方式也值得一提 他们不仅带孩子逛博物馆 还让他们体验田间熬作 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 这样的教育方式 让儿子在成长过程中 能够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 而郭晶晶的朴实无华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生活中 同样可以拥有平凡而真实的幸福 最后 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